既然我们都是两只脚站在地面上 那天空一样的蔚蓝 阳光一样的温暖 岁月如主 谁不曾有过辉煌 谁又不曾有过悲伤 只是真正看明白了 才能够笑着面对生命的流淌 就你不能放弃梦想 但是可以改变方向 因为你不知道在人生的拐角处会遇到什么 老苏梅叫的是粉丝也按赞 追踪又只好文 www.facebook.com oldson I'll teach 温兴 感人 励志会管家社团 阅读 励志小品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 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 心很疼 可是整个冬天 他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 春天一到 芳华依然 一时的成败德师 对于一生来说 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 心若累了 让他休息 灵魂的修复是人生 永不敢哭的希望 一一要冒一片整个生命 就是一场冒险 走得最远的人 常是愿意去做 愿意去冒险的人 一二 你需要一个人的独自旅行 将自己挣进陌生中的勇气 他让你不得不因为食物 语言路线的问题 不断与陌生人发生交谈 让你在危险和畏之中 拓宽舒适圈 你只有跳开自己的生活 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 才更懂自己这么一个人 一三 其实很多事物 没有得到时 总觉得美好 得到之后 才开始明白 爱